中国军舰光亮入侵 美国军舰秀气斑斑 此举表明美国军舰更疲势 更贴近实战吗 还是正相反 在过去节目中我们常说一个观点 针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时进行炒作的情况 我们更好的应对策略 是出动055这样的大型军舰进行羞辱式的秀击落 因为相对于美军秀气斑斑的老旧军舰 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几乎都是油光正亮 一尘不染 地板光可造人 专说一个国家的主力战舰 其包养水平不等于战斗力 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海军的维修包养水平 以及它的新旧程度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一些美国眼中 美军的秀气斑斑代表的是皮饰 而中国军舰的光亮如新 则代表的是面子封城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有必要好好的讨论一下 其实中国军舰保持良好的外观状态 是中国海军对于军舰维修保养工作 高度重视和严格管理的体现 良好的维修不仅能够确保军舰的性能和可靠性 也反映了军队的纪律性和严谨性 美国军舰出现秀气斑斑的情况 更多的是反映出了他们在军舰维修保养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 这种现象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 比如军费议算有限 维护计划不合理 人员管理的疏忽等等 天气实在 并不能通过军舰外观的秀气来判断 而是由军舰的作战系统性能 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 人员的信念水平 战术战略的应用等因素决定的 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平均已达30岁高龄 凭什么比中国近十年来大量入役的军舰性能更先进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清 中美两国的军舰在研发生产维护保养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的差异 首先中国海军高度重视军舰的维护保养 有严格的制度和规范 美国那边虽然也有相应的法规 但是却无法认真落实 例如对于不同类型的军舰 需要制定详细的维护计划 明确规定日常维护 定期检查 大修等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 像主发动机 每航行一段时间就需要进行全面检查 美服役一定连线 就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维修保养 以确保军舰性能良好 美国海军的维护保养制度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其军队保养分级体系的具体划分 大概有这么几级 那就是舰员级 中级级和基地级 虽然美国的法律规定 本土必须保留对舰船的基地级维修作业能力 但实际实行中 却面临着诸多问题 比如船厂设备老化 人员流失严重 导致维护计划的落实受到了影响 军舰的误期率大幅度提高 第二 中国海军在舰船的维护保养技术方面有优势 例如研发出了国产负压西辅式水下船体 清刷机器人系统等先进的技术装备 可有效地清理 舰船水下部分的辅着水成物 从而解决了传统清理方式存在的污染严重 修船周期长 船屋不足等弊端 从而提高了维护效率和质量 美国在军舰维护技术上 由于设备老化 资金不足等问题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维护保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第三 中国海军拥有充足的维修保养资源 近年来 我国造船业发展迅速 具备众多大型船物和先进的维修设施 能够为军舰维护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 而美国海军军舰维护保养的基础设施薄落 大部分美国军舰需要排队等待维修 维护资源的短缺 严重影响到了军舰维护保养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第四 美国海军官兵的军事素养下降 吃不了苦 这对维护工作的执行产生了直接影响 你让美国水兵回港后立即把绣包一个个敲掉 抛光打磨 再刷防腐漆 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总之 一个国家军舰的面貌 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其战斗力 但是一定能代表这个国家海军的纪律和军舰维修保养水平 美国军舰在几十年前也是一身不染 但现在他们已经做不到了 所以美国海军才不断的上演 撞船 起火 触礁等事故 虽然这不等于美军没有战斗力 但是一定代表美国海军人员素质的下降和纪律的充实 这也说明美国海军正在加速衰落 而且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趋势